自从玉皇大帝招安齐天大圣孙悟空以来 一直都是安稳无事的和平相处着 然而就在今天 自诩机智无比的玉皇大帝 却被天鹏元帅坑得连亲爹都不认识了 玉帝老儿 说吧 你找俺老孙前来 到底是个什么事 孙悟空 我听别人说 那魔兽掏剔是你放出来的 何有此事 放屁 是哪个猪娘养的敢这样无名俺老孙 玉帝老儿 你给我说清楚 我保证打得连他亲妈都不认识 那你跟着说说 为何传指天官在外面叫了你半个时辰 都不借你出来 俺老孙正在修炼突破的关键时候 岂能被别人打扰 随后 之间悟空猛然爆发出了一股强悍的气息 此时的修为境界已经来到了大罗金仙巅峰的状态 卧槽 这猴子才上天多久 修为就从大罗金仙后期突破到了巅峰 他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玉帝老儿 不是俺老孙我说你 有的小人在你耳边随便进几句谗言 你就信了 你让我这个齐天大圣怎么为你效力啊 可是你在天庭出世的这段时间里 确实是没有露面 朕不得不怀疑到你头上啊 这话俺老孙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没露面 在你和涛替大战的时候 我一直都和哪吒三太子待在一起的 你不信可以问问他 还有 传指天官去我洞府的时候 他可曾看见俺老孙回过洞府 传指天官 你可曾看见齐天大圣偷偷的回到洞府 启禀陛下 臣没有看见 只瞧见大圣从洞府内出来接纸的 随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悟空跟放出滔剃的这件事无关之后 玉皇大帝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我尼玛 看来今天真是栽在这只死肥猪的手上了 陛下 本宫也不相信这件事跟孙悟空有关 您就别再怀疑他了 听到没 玉帝老儿 还是王母娘娘明智 悟空 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陛下可是三界的统治者 你现在的表现实在是太无礼了 无妨无妨 悟空不懂理术 这些个凡文入截就不用太在意了 看着玉帝那有些刚大且牵强的表情 悟空顿时就想笑 谁叫玉帝怀疑他 又用出降纸召见的这种存办法 现在好了 一切的证据都表明悟空是无辜的 这套屁是俺老孙放出来的 也是我就走的 但你玉帝老儿有证据吗 找不到证据 就算你是名义上的三界统治者又如何 还不是得给俺老孙回笑脸 悟空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 那你就先行退下吧 王母娘娘的这句话 很显然是为了给玉皇大帝一个台阶下 若是悟空还待在这里的话 玉帝估计得尴尬死 那行 娘娘再见 随后悟空变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而玉皇大帝在看到后 心中的怒火顿时就爆发了出来 只见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船指天官 船指下去 告诉天庭内所有的私情恩 从现在开始 不准给天河水军提供一只猪 陈村子 臭喵的竹天鹏 你不是喜欢吃烧烤大肥猪吗 既然你敢坑窝 那朕就让你从今往后都别想吃到 完了完了 大事不妙了 我得加快速度 乌拉拉 舒坦 玉帝老儿 你想跟俺老孙斗 怕不是嫩了点 要知道俺老孙的背后可是有天道圣人 他们随便掐着一算 就能把你今天上了几次厕所都给算得清清楚楚 不过话说回来 死肥猪 俺老孙找你算账来了 只见此时的东华帝君处 天鹏元帅正一脸痛哭流涕地跪在他的身前 帝君大人 您可一定要出手救我一命啊 那妖猴现在肯定在找我 你要是不救我 我肯定会被他给打死的 天鹏 你可是天河水军元帅 孙悟空是你的手下 他怎么可能打死你 你到底怎么招惹到他了 我 我 我只是怀疑是他救走的魔兽 逃退 并向玉帝陛下说了这件事 他就记恨到我头上了 就这么简单吗 真的 帝君大人 特喵的死肥猪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不说实话 还在诽谤俺老孙我 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给杀了 悟空 等一下 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非得杀他不可 哼 说起来这些事情 俺老孙就一肚子的火 随后 悟空便将所有的事情统统告诉了东华帝君 而东华帝君在听到后 也是一脸的愤恨之色 天鹏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啊 难怪悟空想要找你算账 这事放在谁身上也不会和你善罢甘休的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将他给干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大圣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高抬贵手 帝君大人 求求你救救我 悟空 悟空 能否听我说一句 您请说 我与天鹏一向交好 还请你给本帝君一个面子 这次就饶过他吧 若有下次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本帝君绝不过问 听到这话 悟空的脸上顿时犹豫了起来 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 但东华帝君的却不能不给 帝君严重了 既然您都开口了 俺老孙就饶了这死肥猪一回 但绝对不能有下次 若是再敢找俺老孙的麻烦 我一定将你全身的肥油都给拆了 不会了 那还不赶紧走 明白 我这就走 随后 天鹏元帅便如蒙大士的闪身离开了此处 哎 帝君大人 你怎么会跟这个死肥猪有交情的 其实本帝君与他并没有过多的往来 不过他比较懂事 时不时的就来向我请安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悟空 这魔兽涛涕是你放出来的吧 怎么 帝君您也相信那死肥猪的话 别紧张 悟空 我对你并没有恶意 是不是你救走的都跟本帝君没有关系 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这天庭当中聪明的人多了去了 有些事情他们不会看不出来 只是不愿意说 不愿意惹麻烦罢了 所以你以后做事情的时候 最好是更加谨慎一些 不要露出马脚才是 听到这话 悟空不得不严肃的思考了起来 在他的心里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做得够好了 但在这些真正的大人物眼中 还是露出了手脚 不过东帝君的善意提醒 让他明白自己真的小看了天体 多谢帝君教会 俺老孙记住了 另外还多谢你在之前花果山一战中没有出手 你这个朋友 俺老孙交定了 呵呵 你这个小猴子 最奸诈的就是你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一下 马上天庭大比就要开始了 如果获胜的话 不仅可以担任一年后盘桃大会的护卫工作 还可以获得进入登天台修炼的机会 不过只有三个名额 怎么样 你敢不敢兴趣 嘿嘿 俺老孙当然敢兴趣了 要知道在那登天台上修炼一天 足足比得上平时修炼数月甚至一年的效果 那好吧 本帝君就先祝你马到成功 多谢帝君 那俺老孙这就告辞了 回去巩固一下境界 为大比做好准备 风玉皇大帝取义 千年一次的天庭大帝 现在正式开始 登天台 本帝君来了 另外还有那七天大圣孙悟空 希望你不要输得太早 不然我和你之间就不能来一场终极的较量了